第三節 富國強兵的追求與幻滅 自強運動與甲午戰敗 第一 我們先來看自強運動 失疑之長跡以置疑 1842年鴉片戰敗 不過國人對此戰敗幾乎毫無反應 18年後 英法聯軍陷落北京 主客官的形勢都讓朝野意識到 學習西方的必要 從1861年到1894年 先鋒十一年到光緒二十年的三十餘年間 也就是十九世紀的六零年代到九零年代 在朝廷重臣 一新 文翔和地方大力 曾國凡 李鴻章 左宗棠等人的合作下 開始了以學習西氣和西藝為中心的洋務運動 洋務運動的目的在求富國強兵 所以又稱作自強運動 我們來看 失疑之長跡以置疑 最早提出應該施法西洋的是林哲徐 他被派往廣州禁焉以後 努力了解西方 林哲徐在鴉片戰爭前戲 左手編譯了一冊介紹西方的四周誌 戰爭結束以後 林請他的友人魏緣 根據鴉片戰爭前後所獲得對西方的材料和知識 編成了介紹世界大事與西洋文明的海國圖紙 魏緣在這部書的序言中 說明他著書的宗旨是 魏以依供依而作 魏以款依而作 魏失疑之長跡以置疑而作 魏緣所主張的詩疑之長跡以置疑 被認為是應付事變的最好方策 也就成了後來洋務運動的基本理論依據 二 中學為題 西學為用 在施法西洋的呼聲中 如何使西學與中學銜接與並存 是當時最受關心的議題 在洋務運動的倡導人物之中 馮貴芬所提出的主張 最具體也最具影響力 馮在1861年 咸豐十一年著作 孝兵如抗議 主張 既須返求諸己 亦須取法於人 既要失疑之長跡 由因著手於內政改革 其改革的前提是 以中國倫常名教為原本 符以諸國富強之術 這就是所謂的中學為題 西學為用的理論 三 自強運動的推展 1860年 北京條約簽訂後 外國使節正式駐金 為了與各國使節周旋 宮親王一新在1861年 奏請設置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簡稱總理衙門 隨著中外事務日凡 其事權日益擴大 除了中外商務之外 舉凡與洋務相關之事 皆由其規劃 總理衙門儼然成為自強運動的中書 洋務運動的追求目標是 富國強兵 三十餘年間的努力項目 大抵以西氣和西域為主 自強運動的發端 是因為見識到西洋火氣的威力 所以最初的重心在軍事 以船艦槍炮為主 但隨著中西接觸日益頻繁 中國認識到西洋之聖 並非單靠冰牆 更賴國父 於是興起模仿西洋復國之道 所以約略在七零年代 自強運動已開始調整方向 朝民生復國事業發展 著重礦產開採 交通建設 以及農工商業事故 洋務運動推展是 先求兵牆再求國父 大體來說 自強新政可分為八類 一是軍事工業 及造船製砲 二是交通 鐵路 電訊及郵政 三是礦野 四是新式教育 五是派遣 學生出國留學 六是創建海軍 七是改善對外關係 就是總理揚門的設立與前十定約 八是民生工業 四 我們來看自強運動推動的困難 自強運動從西洋槍炮購置到仿造 再到新式海軍的創辦 中國耗費不少財富心血 不過歷經已有中法之戰 與甲午中日之戰的兩次挫敗 顯示出三十餘年的努力 並未達到預期的效果 自強運動的最大難處 是缺乏強有力的領導中心 來推動全國的改革措施 自強運動的期間 咸豐地找事 同志光緒都是沖林登基 根本難以領導全局 掌握實權的慈禧太后 事件有限 為了長期鞏固權位 又分化朝城 操弄黨派 自強運動的領導力量分散 相互抵消 對運動推展十分不利 另外自太平均心以來 地方都府的權力不斷攀升 中央的權威已經大不如前 中央雖然有統籌之權 但實力與人才不足 難以舉全國之力推行改革 再加上滿人領導的中樞 對於漢人盤踞的地方都府勢力又有借據 在中央與地方的矛盾之外 又有滿漢之間的嫌隙 因此對於曾李左等漢人都府的洋務建設 有時不免撤走阻撓 在整個運動期間 清廷始終缺乏鞏固的領導中樞 來統籌協調 控制權局 這是改革難有顯著效果的關鍵所在 再加上中國絕大多數知識分子對西學漠不關心 頑固保守分子對洋務又橫加反對 自然而然消耗了改革者的努力 接著我們看富強夢碎 中日甲午戰爭 明治維新與大陸政策 1853年 美國艦隊司令官裴里 率黑船抵達日本江戶灣普赫海滅 逼迫日本打開門戶 開港通商 次年 兩國簽訂神奈川條約 日本被迫結束鎖國時代 募返體制也隨之瓦解 1867年 德川慶喜 虛衡局勢 向朝廷提出大政奉還 次年 1868年 明治天皇 即位 宣布維新以富國強兵為目標 促進日本全面西化成為現代化的國家 明治維新給日本帶來了一個世紀的強盛 但是它強大的基礎 卻是建立在對外的侵略和掠奪上 中國則是日本侵略的第一個目標 這就是日本在明治維新後所採行的大陸政策 從侵略琉球台灣朝鮮開始 最後目標是南瓜中國 在亞洲大陸上建立霸權 主戰派與真函論 當時明治政府存在著兩派勢力 主戰派以西鄉隆盛為首 主張向外擴張國權 內治派以大九保利通為首 主張專義內政鞏固國勢 由於打著富強旗幟的明治維新運動 大大提振了日本的民族自信心 同時又受到西方帝國主義的影響 因此主戰派勢力從未歇退 中日兩國自強維新的時候 朝鮮由保守清華派的大院軍掌控大權 曾經下令斷絕日韓往來 大院軍的態度激怒了盛氣凌人的日本人民 主戰派於是利用這股名氣倡議 爭含論 北進朝鮮甲午戰爭爆發 日本利用朝鮮的新舊黨爭 相繼發動了人武政變與甲申政變 在1882年光緒八年的人武政變敵定後 日本脅迫朝鮮賠款謝罪 以及要求允許朝鮮保護使館的安全 從此中日兩國共同駐兵朝鮮形成對峙 1884年光緒十年日本指使清日的開化黨發動政變 挾持國王及殺害清華的官員 這就是朝鮮史上著名的甲申政變 日本再次坐收餘力 脅迫朝鮮賠款謝罪成兄及真派駐軍 為了徹底處理朝鮮宗主權的問題 1885年光緒十一年 中日簽訂了天津條約 其中內容 朝鮮有重大事件需要出兵的時候 應先互相照會 如此一來 中國無意放棄了朝鮮的宗主權 承認日本對朝鮮與中國居於同等地位 造成十年後日本出兵的依據 因而爆發了甲午戰爭 1894年朝鮮爆發東學黨之亂 朝鮮國王無力應付 請求清廷派兵協助 中國決定出兵 並依天津條約的規定照會日本 但中日軍隊抵達朝鮮時 亂民早已散逃 按照中日天津條約 兩國必須同時撤兵 日本不為不允 反而持續增援 1894年光緒二十年七月 中國派往朝鮮的運兵船 因為計畫泄密 皆被日箭擊潰 八月一日 中日雙方正式宣戰 甲午戰敗簽訂馬關條約 戰爭有海陸兩個戰場 無論陸戰和海戰 中國都一敗塗地 歷經三十年的自強運動 因為甲午戰爭的慘敗 而宣告封解 中國戰敗只有前史求和 1895年光緒二十一年 四月十七日 中方代表李鴻章 日方伊藤博文 在馬關春帆樓簽訂 馬關條約 馬關條約的主要內容是 中國承認朝鮮獨立自主 賠款兩萬萬兩 中國割讓台灣、澎湖以及遼東半島 開沙市、重慶、蘇州、杭州為通商口岸 給予日本人在中國境內設廠、製造、減稅、內核航行等特權 俄國早市、遼東半島為期、競軟 馬關條約將遼東半島割讓給日本 無意阻旗東進南下之路 於是聯合德國與法國 對割讓遼東半島一事提出異議 這就是三國干涉環寮 日方不得已 允中國以三千萬兩贖回遼東半島 環寮問題解決三國原形畢露 並且帶動列強瓜分中國 自此 中國成為任人宰割的主上肉 瓜分中國之說盛囂成上 亡國滅種的危機迫在眉睫 以施宜長濟以智宜為精神的自強運動 歷經三十年的努力 卻在甲午戰爭中 慘敗給臨近的最兒小國日本 天朝的富強期望於是完全破碎 而馬關條約 列強瓜分與門戶開放 則讓中國人的民族自信心跌到谷底 有志知識分子敢於亡國滅種的危機 分從變法改革與反滿革命 展開民族自救